先是美国农业部 之前大家记不记得 像是这个黄豆 大陆也取消了美国的一些 黄豆的一些进口 那这一次已经签好约的 美国小麦 本来出口是50.4万吨 也被取消 那这个量很大 相当于2022年 美国对华全年出口量的一半 破了记录 所以我们看到路透的报道 已经签约的澳洲小麦 对华出口也有100万吨 供货被取消或是延期 所以就说不只是这个美国 还包括澳洲 这次变成了小麦 那当然这个日本的经济新闻社 立刻做了一个评论 中国大陆作为全世界 第一大粮食进口国 这个动作动静很大 等于是改变了小麦的行情 那还没有顺便问你 这都跟中美的对接有关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商务部下面的一个单位 以国家安全又是这个理由 还有外交政策 把11个外国实体 列为出口管制清单又多了 三个是俄罗斯的 六个是中国的 还有两个是阿联酋的 那另一头呢 欧盟也开始动手 按照这个外国补贴条例 对中国还在欧盟五国 锋利涡轮机供应商 发起了调查 这个非常的密集 两个月内总共第四次 所以这是 当然这当然也认为 被是一个这个 商务部有立刻一个回应 当然这回应就是 中方的立场的表述 同时强烈反对 非常的明确 所以韩兵你先看 这个小麦因为这个数量很大 你觉得跟这些美国 这个陆续释出的一些制裁 有没有关联 小麦这个可能跟制裁无关 因为中国大陆对粮食 一直都是高度敏感 为什么 因为它虽然全世界 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 但是它也是全世界 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因为它人口太多 那需求量很大 那这一次它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取消了美国跟澳洲的小麦 有人认为可能是价格的问题 因为之前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它当时为了怕 要确保粮食的供应无余 所以它跟美国跟澳洲 订了很多粮食 可是后来这两年 发生什么事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这两年俄罗斯在打 乌克兰战争 可是很少人知道 俄罗斯这两年 粮食大胜产 所以发现自己买贵了是吧 对 因为俄罗斯突然之间对市场 抛出了很多低价的小麦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可能衡量之后 与其我持续用高价 去跟美国跟澳洲买 不如我赔一点钱 对 我违约赋言 我违约金还划算了 对 因为它这个 那个量都非常大 所以我用大的量去 就可以把这个损失抵消掉 我还倒赚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 衡量整个评估 整个后果之后 它觉得不如我干脆违约 我去跟俄罗斯买 要不然就是美国跟澳洲 硬要卖我的话 那我们就重新谈价值 但你看到 因为中国是最大的 粮食进口国 所以洞见观瞻 之前我们看到黄豆 大豆是不是 也是大家有无穷无尽的想象 这次又是小麦 工具箱里面的 光是这种粮食工具 就一大堆 当然因为 它是最大的进口国 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它不买 别人就会很麻烦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因为有俄罗斯的 这个小麦出来 它就可以 因为我是最大买主啊 那要不然你就便宜价钱卖我 那你如果便宜价钱卖我 那我就去跟他买啊 那所以 为什么会打乱整个市场行情 就变成 整个市场行情都要荡下来 你的小麦价钱都要压低 不然的话没有人要买 但这些美国的这个农业周围 都是有大票仓啊 是啊是啊 所以对拜登来讲 那就是 你要把价钱压低吗 还是你就要放弃这个客户呢 所以这个就很头痛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就是虚虚实实 实际上中国大陆不是第一次干这件事 上次玉米 它也是一样先跟美国啊 加拿大这些地方买 然后买了之后 突然这间巴西 惨了很多 他就直接去跟巴西买了 然后就把这些单取消掉 然后赔多少赔你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策略运用啦 这也是在商研商 这个很正常 至于说美国商务部又列入这个 那个黑名单这些清单哦 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刚开始 他以后会越来越多 因为他对中国大陆是步步进逼的 他就是我每次先列一些进来 发觉没什么效果是 那我再列一批进来 看看会不会有效果 叶伦才刚回去就动手啊 所以他没有在管 布林肯还准备要去耶 我没在管的 这家两件事 美国人是把它分得很开 就是我要跟你设好 或是我需要你的帮忙 那是一回事 但我要弄你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他是分得很开的 但是对我们亚洲人来讲 我们认为这是同一件事啊 对啊 对啊 你又要求我 然后又要弄我 你知道怎么回事 人家一毫俱好嘛 但不是啊 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 美国人的想法 他们就是这样干 所以我觉得跟美国人交往 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念旧情 跟他客气 那你就上当 就是公事公办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那至于说欧盟 欧盟是很明显 他最近一直在去做 这一方面的调查 对 不只是这个锋利机 他对电动车啊 什么东西全部都在调查 他就是想要去找漏洞 看我能不能找到你清销啊 或是你那个托拉斯啊 或是其他的这些 反正违反我欧盟规定的 我就想办法重罚你 其实欧盟也不是单独 对中国这样 他对美国也是这样 苹果还不是一样 被他罚得很呛 对 所以这欧盟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你东西要卖给他 就一定会经过这些东西 但是欧盟有的时候 他也是在看 有些东西 其实在他们的标准 已经违反了 他们的补贴原则 或什么的 但是因为他自己内部有需求 所以他也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算 这就是看欧盟自己本身而定 那全世界都是这样 大家都有各自的保护主义 所以你既然要卖去 他这个地方 那就是你要想办法通过这一关 比亚迪 第一季在巴西卖报 当然巴西目前 在中国大陆关系很好 你看到在巴西的这个销售量 同比增长了41% 拿下了超过3%的市场份额 然后这个月销量连三涨 涨涨涨 一下子杀到了巴西车市的前十 不得了这个比亚迪 成为前十车厂中 唯一的中国汽车品牌 我跟你讲 一个这个外国的品牌 要打入一个这个其他国家 而且一下子能够窜到前十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大家知道吗 但是比亚迪 你看到在欧洲也好 在巴西也好 几乎只要不要设下太多的 这个政治关卡 几乎是这个锁到之地 这个大受欢迎 然后为此呢 这个经销商已经卖空了仓库 然后巴西不得已 也调高了关税 一月份是百分之十 七月份增加到百分之十八 关税涨得不少 然后比亚迪也敲定 在巴西要投入四十五亿人民币 盖三座工厂 对 其实这个比亚迪在巴西 智利还有智利 南美都卖得非常好 美国的记者文讯 已经做了好几 好几次的去采访 那这个我看 这个美国记者采访 就是说 他问了当地说 你们为什么一下子买中国车 他说 我这么好的价钱 买到这么好的品质车 我为什么不买 这就是很多消费者心里的话 最真实的 因为他们这个这样子 就是说 在巴西也是一个各国 巴西本身的工业水准也不错 然后各国是车都有 你一个新车打进去 你如果不是性价比高的话 很难这么快 而且这个进入的时间 也不够长 也不是很长 那品牌的这个效应还不大 那很快就可以这样打到前十名 我刚早记录他之前才到十五名 现在已经进入销售的前十名了 最近是每月的销售量都是三千辆以上 那他在那边我觉得比亚迪最厉害就是他车种多 有人在买SUV 有人是买轿车 有人是买油电车 有人是买电车 当然比亚迪最强的还是他的电车 因为他的电车性价比还是最高 能够把电车整车卖到这个价钱 是现在大概找不到其他的对手 大家好我是主播赖正凯 你知道胶原蛋白会随着软骨的退化而减少吗 掌握增强行动力的密码35岁就是个关键 你想要嫩Q嫩Q的就要搞懂你的身体宇宙 虽然我常常写错字所以我就要错别字 但挑选保健品倒是没有错过哦 一天两包4D具有专利胶原蛋白增强行动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闻 实际研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的原料进口 专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尔敦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属 需要检验SGS检测全都过关 品质把关有保障 成分单纯0000加 吃了超安心 无论你是营法族 还是运动健身族群都十分推荐 因为这不是要 保养习惯从现在开始 90天的青春游感计划 打造行动游感每一天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中最后来的属asa 排童 都保养时 椅子 肝agra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